接着我们就要正式介绍电阻的定义 什么是电阻 电阻就是通过单位电流所需要的电压 公式写作R等于I分之V 它的单位叫做欧姆 R等于I分之V看公式下面要通过 一安培的电流上面需要一伏特的电压 这样的阻力我们就称之为一欧姆 要一安培需要一伏特 我们的阻力就称之为一欧姆 注意一下它的单位 欧姆福特安培 一安培一伏特叫做一欧姆 所以通过单位电流所需要电压 称之为它的电阻 我们单位叫做欧姆 公式写作R等于I分之V 请你把这个公式记好 任何情况下 只要你把这个时候的电压 这个时候的电流带进去 就会求到这个时候的电阻 也就是说这个公式是任何情况都能用 任何情况都能用 R等于I分之V 我们用一个图形帮各位做说明 来这个图形里面 左边有个人在推 表示是推动力 就是电压 单位写的叫福特 推动这个人往前挤 通过截面机的单位 截面机的电量称为电流 通过的量称为电流 单位叫安培 上面也写了 上面有个人在拉他 阻止他 不让他走 阻挡的力量 那个叫做欧姆 上面也写了 所以这一段的漫画 很生动的 包括表达了电压是什么意思 电流是什么意思 电阻是什么意思 OK 有一个推动的力量 有一个阻挡的力量 有一个通过的状况 用这个漫画呢 帮各位做一个说明 那电阻怎么做 在以后的108课纲中 会要求我们 要让大家学三用电表 三用电表 可以直接去量电阻有多少 但是现在 我们是这样做的 就是去量电压 量电流 然后塞到公式里面 就得到我们的电阻 那要注意 我现在电流放在外面量 我也可以塞在里面量 在我们的理想状况下 导线跟各种电子仪器 都没有内电阻的时候 这两个结果会一样 但是现实生活中 导线跟仪器有内电阻 你把安培器放外面量 跟塞在里面量 答案会不太一样 这有人考试考过 问你谁测出来都比较大 谁算出来比较小 那是要考虑现实中 我们有内电阻的情况下 那如果讲理想状况 就是怎么摆都没有差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做的 就是量电压量电流塞到公式里 我就会知道它的电阻有多少 等一下会有类似的说明 就是我们测量方式这样做 那这是我们古时候教过的 我说要量电压量电流带进去 就求到电阻 那你记不记得我们怎么量电压 怎么量电流 量电压用什么东西量 什么剂 电压 浮特剂 浮特剂要怎么连 浮特剂要避免 并何用什么剂 安培剂 安培剂 要串联 考试必考题 如何使用安培剂 如何使用浮特剂 基本动作大部分都一样 第一步骤 归零 第二步骤叫正确连接 接连接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该串人要串人 该病人要并连 可是它有两边正跟负 正要接哪里 正要接正 负要接 负 国中都是正接正 负接负 OK 好来 再后 有好几个什么三黑一红 三红一黑 要从哪里开始做 最大的开始做 对 这就是我们前面交过的安培剂 伏特剂的使用 然后你正确的使用你的安培剂 伏特剂 去量到它的电压跟电流 就塞进我们公司里 R等i分之V 你就求出了电阻 这就是我们跟各位做的说明 OK